我蠻難過的 我是為莊瑞雄委員不捨 我跟莊瑞雄委員有20幾年的老交情 我們是20幾年的老戰友 那他這一次為了我拔刀相助 他幫我站台掃街 所以才會捲入這個無望之災 之餘之養 所以我是很難過的 因為在莊瑞雄委員這次幫我之前 他一直跟我表達他要來幫我 我就一直跟莊瑞雄委員說 我非常感謝 我們是那麼久的朋友 我說選舉四年 朋友一輩子 不要為了這樣一個初選 我去害到你 結果果不其然我異語成稱 因為莊瑞雄委員他太熱切的幫我了 所以就無端的被捲入這一場風暴之中 因為莊瑞雄委員他在他的南部故鄉選區 有那麼多的地方事務還有服務案件要處理 所以他被我這個無端的牽扯到我 我真的是很難過 我還去這一兩天我一直去想到那一天他要幫我少接錢 我一直跟他講的 我本來一直拒絕他 我就是說 這個選舉四年 朋友一輩子 我怕說會去害到他 果不其然 所以 我很難過 我是希望我待會會會一一詳實的跟檢察官說明 然後我也是希望說 緣有頭債有主 那就針對我就好 其實莊瑞雄委員他們是完全無辜的 他來幫朋友嘛 幫我這個老戰友 所以他是無辜的 會不會擔心這樣子會影響到後續整個問題 因為士林那邊好像還是蠻多里長都是比較挺有質問的 對 對 這確實是現在的狀況 但是我要勇敢面對 因為我相信我們每一位選民他會獨立判斷 他要選的立委是什麼樣 什麼任務交付 他有沒有能力去達成 所以我現在最大的依靠 就是靠我們選民們 他們獨立判斷 獨立做選擇 那如果是靠一般組織 就是傳統的顧票方式 這個部分我不可否認 我是欠缺的 因為畢竟沒有參與士林地區的事務 也已經15年了 不過我在擔任議員這幾屆以來 一樣士林地區 包括設置 設置島 包括後港 這些我們士林的鄉親朋友們 隨時找我 我這十幾年來 一樣都在幫士林來服務 那麼 確實我在組織傳統這一部分的顧票方面 那我可能沒有像過去核委員 他們有家族 那比較龐大的組織跟資源 這一點我必須承認 也必須勇敢面對接受 那我相信我們選舉跟政治的改變 日新月異 我們選民們 那麼應該是可以 來獨立來思考 每一位選民他不同的政治的要求 那這一點我王世堅 我必須很驕傲的跟大家報告 我王世堅有經驗 有能力 我能夠來面對 來處理我們國家所遇到的危機 我們如何來把我們國家資源 重新來分配 我們如何來振作經濟發展 如何來改革司法正義 這些我在過去擔任一屆立委的任期內 我有這一部分的能力跟經驗 那你說要交給這個市民獨立思考 是不是放棄跟何志偉的證明 不 因為我很理解何委員 那我們初選 剛結束這一兩個月當中 他一定是情趣上比較起伏 所以我試著有打了幾通電話 希望能夠聯絡到何委員 那我能夠跟他約一個時間 我當面向他討教請義 那但是這一兩個月當中 確實這一個部分 我都還沒有達成 但是我能夠理解他現在的心情 所以我也 我只能努力 我只能努力 所以我覺得還沒有接到努力 你們就還沒有接到努力 你們就還沒有接到努力 你們都沒有接到努力 對 他都沒有接到努力 但是我應該要繼續努力 我應該繼續 那沒有接之後 因為再來我就收到這個傳票 所以我也不敢 我說再去聯絡 所以這張傳票 這個官司確實會影響很多 但是所有的影響 我都應該接受 因為畢竟我是要面對大選 那麼一切選舉的後果 應該我致富 黨中央有出手要協調這件事情過嗎 我不清楚 似乎是沒有 他黨中央可能就是 我就是尊重每一位提告人的權利 所以我也是尊重提告人他的權利 所以我今天來勇敢面對 那7月2號的時候 何委員要不在大同區辦一個信賴的公開會 問一下他有邀請進去嗎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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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過我祝福他們成功 任何要凝聚力量來幫助賴清德勝選的 那我們身為黨員的一份子 那我們一定是祝福 你會覺得他動作還是滿多 對 不過現在對我們黨而言 我們要匯聚每一份力量 所以我不敢去揣測他們背後的動機 但是我是誠懇地祝福他們 初選過後的第三天第四天 我連著有打兩天的電話 他當時有那個 當時何委員在廟會那天 廟慶那天他就有幫我加入 那加入之後我也多一支沒退 那時候是一時氣氛支持 所以我才說啊這樣不是好友要退 但是我後來還是留著 而且我也不會退 我不曉得怎麼退 他還要交你一下 不用了不用 我現在加好友都來不及了 那你以為要不要最後跟何委員 就談話要什麼就是拿放下了嗎 因為大家換錢還都是兄弟 對 我是希望能夠對何委員說幾句話 就是當時我就說 我輸我退 誰輸誰退 那輸了退 還有幫贏的人來服選 所以相對的我也是這樣子誠懇的希望何委員做到這一點 可是我又想起來說 其實我人生在世 就是自己心裡覺得想做什麼那就做吧 那如果說認為告王世堅才是對 那就告吧 只是我希望說那個無辜的人不要被捲入 所以我希望說那就針對王世堅來告 初選的對象是王世堅嘛 不是莊潤雄 莊潤雄委員在這個整個風暴裡面 他是無辜的 他完全是受到死餘之殃 無妄之災 而且莊潤雄委員後 南部他的故鄉選區 他本身就要很忙碌 所以我希望是不是對莊潤雄委員應該到此為止 就針對王世堅吧